鲁肃设谋 孙权在观望 事实上,荆州事变后,孙权就到了柴桑 态度则很明确,拥兵自重,观望成败 这并不奇怪,毕竟曹操不是宠他来的 刘备跟他也非亲非故 他当然清楚,刘备不是曹操的对手 因此他要算的仗势 但是,如果刘备败了,曹操会不会继续东进 如果帮助刘备抵抗曹操,自己又有什么好处 不过,这可以慢慢想 没错,孙权是一个沉得住气的人 后来曹丕和刘备先后称帝 他却一直等到曹丕死后三年 看清楚万无一失,才肯戴上皇冠 结果是什么呢 三国当中他称帝最晚 国座却最长 所以,看不见兔子 孙权绝不会撒婴 诸葛亮使命艰难 实际上,真正促成孙刘联盟的不是诸葛亮 而是另外一个人 因为他比孙权还会算账 当他把所有的账都跟孙权算清楚以后 孙权就拍板了 此人就是鲁肃 鲁肃是在周瑜的建议和推荐下投奔孙权的 而且初次见面就有了和他对隐的密谈 这次密谈跟当年毛戒劝说曹操 居寿劝说袁绍 后来诸葛亮劝说刘备 意义同样重大 堪称鲁肃版或东吴版的龙中队 孙权问 如今汉室轻微,四方云绕 孙某有幸继承了父兄愚工 便也想建立齐桓和晋文那样的霸业 先生既然看得起孙某 不知有什么办法可以教我 这跟刘备问诸葛亮是一样的 鲁肃雀当场泼了一条冷水 将军怕是当不成齐桓和晋文了 想当年高皇帝也想遵奉异地成就霸业 但是项羽不同意 今天的曹操就是当年的项羽 有曹操在 将军怎么成得了齐桓公和晋文公 做不成齐桓晋文那做什么 做皇帝 鲁肃说 当今天下行事时 大汉已无希望 曹操实力雄厚 因此为将军记 唯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 等到北方处于多世之秋时 再向西进军 将整个长江流域都据为己有 剑号帝王以图天下 这可是高皇帝的工业呀 这当然是一个宏伟蓝图 但在建安五年十月 曹操刚刚战胜袁绍的时候 鲁肃也好 孙权也罢 恐怕都只能说说和听听 因此孙权淡淡地回应 孙某尽力一方 只是为了辅佐汉氏 先生所言 可不是孙某敢想的 其实鲁肃的话 孙权听进去了 尤其是汉氏不可复兴 曹操不可促除这两句 其中奥妙则不言而喻 汉氏不可复兴 由霸业而帝业 就是可能的 曹操不可促除 先三分后一统 就是必须的 孙权的路线 既然是与曹操化僵而至 南方对抗北方 就是必然的 但南方弱小 北方强大 南方要想对抗北方 就非得联合不可 这正是鲁肃要极力主张 与刘备联盟 孙权也最终要去趟赤壁之战 那网浑水的根本原因 所以 不仅诸葛亮 未出龙中 已知天下三分 鲁肃同样知道 而且比诸葛亮的龙中队 早了七年 当然 他们的最终目标 也都是一统天下 且看鲁肃的三部曲 第一部 巩固江东 与中原荆州顶足而立 第二部 在适当的时候夺取荆州 进而占据整个长江流域 与北方分庭抗礼 第三部 称帝建国 谋求天下一统 这就与诸葛亮为刘备所做的规划 惊人的相似 换句话说 他们都主张 先三分 后一统 也都需要南方对抗北方 只不过鲁肃说的三家是 曹操 孙权 刘表 诸葛亮说的则是 曹操 孙权 刘备 然而鼎立的三族是一样的 即中原 江东与荆州 荆州在刘表手里 就是曹操 孙权 刘表 荆州在刘备手里 就是曹操 孙权 刘备 事实上 后来鲁肃和孙权 也做了调整 刘表换成了刘备 对质 也变成了联合 联合 也是鲁肃促成的 刘表病故后 政治上极为敏感的鲁肃 立即意识到 此事的重要性 便以调宴的名义 出使荆州 走到江陵 得知刘从投降的消息 有立即北上 与刘备相会于 当阳长板 对于狼狈不堪的刘备来说 鲁肃真是天上掉下来的活神仙 因此当鲁肃提出 联盟建议时 刘备和诸葛亮 都没有任何意义 于是 鲁肃陪同刘备一行 到了下口 后来又进一步 东移到返口 然而孙权 却犹豫了 孙权犹豫 是因为有一笔账 不太好算 不帮刘备 荆州就是曹操的 帮助刘备 荆州就是刘备的 两个都不帮 荆州仍然不可能 变成自己的 弄不好那战火 反倒会烧到家门口来 帮也不是 不帮也不是 这实在不好决策 那么 孙权后来 为什么又决定 联合刘备 因为 问题变了 不再是 要不要帮助刘备 而是 要不要投降曹操 孙权的情报部门 得到消息 曹操拿下刘备以后 还要进军江东 另一条未必可靠的 史料则宣称 曹操还给孙权 写了一封信 全文如下 尽者奉辞罚罪 惊挥难止 留从束手 今至水军八十万众 方与将军 会列于武 孙权立即召开 紧急会议 征求意见 结果上上下下 一片降曹论调 他们说 曹操脱名汉象 四虎如狼 携天子以争四方 岂能对抗 何况 他拿下荆州 占领江陵以后 就连长江天险 也与我共有 不如投降 只有鲁肃一眼不发 孙权无奈 起身上厕所 鲁肃也跟着追到眼下 孙权立即意识到 鲁肃有极其重要的 悄悄话要说 便拉着他的手问 爱卿有什么 要对我说的吗 鲁肃说 是的 投降不是不可以 但要看是谁 比如我鲁肃 是可以的 将军您就不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鲁肃投降以后 可以一步一步升上去 当个郡守周牧 总不成问题 将军如果投降曹操 又能到哪里去呢 这当然是悄悄话 然而 说到孙权心坎上了 实际上 孙权对鲁肃那个龙中队 是很以为然的 他也很清楚 只有连流抗曹 才可能现在保全江东 将来难免称姑 最后克成地业 投降曹操 则绝无出路 于是孙权叹息说 他们的议论 很是让人失望 只有爱卿 与我想法相同 这是上天 以爱卿赐我呀 不降曹 就只有连流 这叫别无选择 连流抗曹 已是剑在弦上 但打不赢怎么办 鲁肃没说 孙权也没问 因为战败的结果 跟投降 没什么两样 却光荣得多 至少对于孙权 是如此 那么 孙权可以拍板了吗 不能 因为他还有话 要问两个人 这两个人 就是诸葛亮 和周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